我其實是沒有PO 但我有時候也會忍不住爆出來 哇謝謝啦 不要去他 其實他在這個戲真的很辛苦 我都很希望招有機會跟妹姐關係 以後來 很想啊 那個有生之年 就是每一集我都很期待 尤其有他們家妹姐跟喜翔哥的段落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好期待好好看 我其實是沒有PO 但我有時候也會忍不住爆出來 因為你知道嗎 就覺得很開心後面很精彩 但我覺得應該也不算爆雷吧 那個OTD都已經出來了 有些人想要等全部完結篇再看 對慢慢看 所以請大家還是要周周追播 不是啦 雖然是等到完結篇整個播出再看 但是你等到那個時候電視也播啦 一樣的 哇謝謝啦 不要去他 其實他 他在這個戲真的很辛苦 然後也真的非常的用心 而且 也真的在戲裡面 他非常認真的過生活 會不會希望周周有機會跟美濟對戲 這個時候 很想啊 那個有生之年 哇哈哈哈 真的 因為我覺得 我自己在看 我其實很少會 很 很 很期待的每週追自己播的戲 因為我多少還是會覺得 唉自己哪裡不好哪裡不對 或是怎麼樣 會很多檢討 但是我在看有生之年的時候 是真的很享受 就是每一集我都很期待 尤其有他們家 妹姐跟喜翔哥的段落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好期待 好好看 就是我 就是我近期覺得 很少從演員身份變成一個 純然的觀眾的那種樂趣 對 所以會很希望之後 如果還可以再跟他們對老戲 我應該也會有更 更多的成長 小豆因為之前有說過就是 會在金鐘前去登記嘛 然後你籌備婚禮 那因為剛才說下半年都比較有空閒 是已經開始來準備了 沒有耶 呵呵呵 下半年主要是我的自我充實時間啦 因為 因為我覺得 就是剛好在接觸女性影展這件事 也在想就是女生 真的結婚後會有不一樣的感覺嗎 因為我現在還沒有 可能因為沒有跟長輩住一起或什麼 所以我也在想 關於女性的這個多重身份這件事 就結婚後跟我結婚前 其實我還是在過一樣的意思 那我需要 需要更做更多的功課 去理解更多不一樣的人生角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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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